当然另外一方面夏天到了 除了美容之外 很多人为了能够穿上更清凉更好看 开始打算要进行减肥了 当然少吃多冻很重要 不过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充足的睡眠也是同样重要的 因为有研究报告就发现了 每一天如果睡眠不够七个小时 睡不足七个小时的话 就很有可能是越来越胖 无论是躺在海边或是在游泳池畔 穿着美美的比基尼细水 不知道是多少女生的梦想 想尽办法瘦身减肥之余 小心咯 加拿大研究学者花了六年的时间 做的睡眠调查发现 如果睡眠不足 就很难抵挡肥肉上升 当你睡眠不够的时候 身体的一种荷尔蒙叫leptin Leptin的分泌会减少 这个荷尔蒙是在身体里面 告诉我们的大脑不要再吃了 但是当你睡眠不够的时候 这个荷尔蒙分泌减少 就不能有足够的信号传到大脑 叫你的大脑停止吃东西了 不但如此 睡眠不足还会影响 另一种荷尔蒙失调 越吃越多 另外一种荷尔蒙叫leptin G-H-E-L-I-N 这个分泌会相对的增加 这个荷尔蒙是叫你的身体 不要停止吃东西 继续吃东西 所以睡眠不够的时候 当这个荷尔蒙增加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的脑细胞 你还饿 你还需要吃东西 所以吃东西量就会增加 睡眠不但会影响荷尔蒙分泌 专业医师表示 大家常常在说的 用睡觉来减肥 也不是天方夜谭 因为人体有6到7成的代谢 是在睡眠中进行的 那么到底要睡多少 才叫睡眠充足 医师说 包括睡眠时间的长短 还有睡眠的延续性 睡睡醒醒 睡眠品质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睡眠绝对是补不回来的 你一天至少要睡7个小时 叫做睡眠足够 对一般人来说 如果小于5个小时 就是严重的睡眠不够 不仅要睡7个小时 而且要持续的睡7个小时 很多人睡2个小时 又起来又补2个小时 又补3个小时 这样跟持续睡7个小时 是不一样了 如果你以为 任何时间睡7个小时都可以 那又错了 因为晚上11点以前 身体的代谢最快 超过晚上11点以后上床 那称得上是野猫足 每晚睡1个小时 就要再用2个小时 才补得回来 所以如果超过11点以后 身体代谢速度就相对减慢 会减低大约10% 所以你要多1点的睡眠时间 才能补充 那1个小时的缺乏 所以啦 想要保持窈窕的身材 意识强调 最好在半夜12点以前睡觉 睡前4到6个小时 不要喝有咖啡因的饮料 不要在饥饿感中入睡 也不要在睡前吃东西 维持好的睡眠习惯 就可以有效帮助控制体重 东森每周新闻之间 李宗瑶 沃山鸡采访报道 非常感谢您收看 这半小时的东森每周